今天我们就继续介绍这本书 那个书名 不好意思 上次因为说得太多 就没有向各位提醒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unism 叫做共产主义的 理论与实践 一个作者叫做 Hunt 作者是谁呢 不要紧 但我觉得这本书是到目前为止 是论述共产主义本质 是最为清楚的 这本书我上次说过 很讽刺地 他上一手的拥有者是一个哈佛大学的学者 他签了个名字留在这里 这应该都是六十年代的事 到了今天转转 在那个旧书店那里 是被我拿到的 他里面就是 很客观和理性 他没有任何的 情绪或者 先决 那个立场 一面倒去批判共产主义